坐在兩個印度警員中間的 就是國際刑警頭號通緝犯文子昇 自從6年前在香港落網一時被扣押至今 星期四終於被引渡回印度 有網民在石立國機場停機坪 拍到大批警員星期四上午 在一部印度航空客機外面 賀昌實彈戒備氣氛緊張 文子昇2016年在印度被捕後 棄保潛逃來港 印度政府透過國際刑警 向他發出紅色通緝令 使他涉嫌在當地教唆和協助越獄 策劃恐怖活動等等 他其後牽涉2018年 尖沙咀4億5千萬日元劍案 被本港警方拘捕 兩項控罪最終分別被撤銷和被判無罪 印度政府其後一時向港府 申請將文子昇引到回國受審 文子昇去年6月 也曾向高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給駁回